在2023年6月18日的清晨,台湾知名歌手万沙浪因病去世,享年74岁,万沙浪原名王忠义,是一位台湾碑南族歌手,也是第一位以原著名身份发行专辑的艺人,被誉为《山地歌王》,他以一曲《风从那里来》一举成名,1988年受邀登上央视春晚舞台,不仅演唱了那鲁湾情歌, 与唯唯合唱的,相聚在龙年,更是表达了海峡两岸人民盼望团聚的心声,在上世纪八十年代,万沙浪是当之无愧的大明星,风头一度盖过了天王刘德华,甚至邓丽君也曾翻唱过他的歌曲,然而,尽管如此耀眼的星光,万沙浪晚年却过得十分凄凉,事业跌入低谷,家庭破碎,伤病缠身之后, 亲人更是纷纷疏远,陷入困境时,他每月不足一千元的生活补助,成为了唯一的生活来源,甚至因为支付不给房租而试图自杀,幸运的是,曾经的恋人郭书芬不离不弃,照顾了万沙浪二十多年,陪伴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, 从23岁成名,到39岁红遍海峡两岸,再到48岁因坠楼导致滞胀,最终在疾病和贫穷的折磨下离世,万沙浪的一生,充满传奇与曲折,那么,万沙浪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? 一代歌王为何会落得如此境地? 1949年,万沙浪出生于台湾省碑南族的一个普通家庭,也是新中国成立的同一年,他的父母给他取名为《忠义》,希望他能成为一个忠诚正直,胸怀天下的男子汉,碑南族是高山族的一个分支,族人擅长歌舞,无论是劳作还是祭祀,都喜欢用歌舞来表达情感, 在艺术氛围的熏陶下成长,加上姐姐王姓玲是一名歌星,万沙浪也展现出了非凡的音乐天赋,他天生拥有皇后悦儿的嗓音,对音乐理论和唱法的学习也得心应手,年轻时就获得了多个歌唱比赛的奖项,万沙浪的音乐老师曾对他的父母说,这孩子是一个难得的音乐奇才,一定要让他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行,高中毕业后, 为减轻家庭负担,万沙浪选择入伍,凭借着独特的嗓音和扎实的音乐基础,他成为了部队文工团的主唱,天赋终将显现。 退伍后,万沙浪得到推荐,加入了台北的一家艺术团,并组建了自己的乐队。 1972年,万沙浪为电影《风从那里来》演唱了同名主题曲,随着电影热映,万沙浪的名字在台湾的大街小巷广为人知,而当时他年仅23岁,尽管后来邓丽君,莫文卫等明星也演唱过这首歌,但大家公认,万沙浪的版本依然是最为经典的。 随后,他接连推出了《爱你一万年》、《纳鲁湾情歌》等畅销曲目,更是得到了琼瑶的赏识,为多部电视剧演唱了主题曲。 那个时候,万沙浪以一身原著名服饰活跃在歌坛,成为了宏极一时的山地歌王。 然而,由于当时信息不发达,万沙浪的名字在大陆并不为人所熟知,直到1987年, 央视春晚导演邓在军在筹在筹备节目时偶然听到了万沙浪的歌声,立即被打动,心自联系了他,邀请他参加春晚。 对于一位歌手来说,登上春晚是一种莫大的荣耀,但那个时候,两岸关系尚不明朗。 台湾歌手到大陆参加节目,有可能会对自己的事业造成不利影响。 然而,在父母的教育下,万沙浪一直怀有一颗爱国之心,对祖国有着强烈的热爱与自豪。 因此,当收到邀请时,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了,从台湾到大陆参加春晚的手续繁琐。 等万沙浪到达北京时已是蓝月二十八,错过了彩排。 然而,除了演唱代表作《纳鲁湾情歌》外,他还要和维维合唱新歌,相聚在龙年,任务艰巨,幸好。 万沙浪唱功过硬,舞台经验丰富,在几次排练后就直接登台现唱了。 1988年的春晚有许多精彩节目,包括毛阿敏的《思念》、牛群和李立山的相声巧立名目,以及《西游记》、剧组表演等等。 然而,晚会的高潮却出现在初次登台的万沙浪身上。 你在大海的这边,我在大海的那边。 一曲《相聚在龙年》结束后,他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,走入观众席与大家握手相拥。 现场观众深受感动,连台下的工作人员也泪流满面。 春晚播出后,万沙浪彻底火了,几乎所有唱片店都在不停地播放那鲁湾情歌。 他更是与费响,张明明等人齐迷,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港台歌星之一。 然而,就在万沙浪沉浸在成功喜悦之际,一系列变故接踵而至。 他的人生从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 很快,当时台湾的一些反对势力发现万沙浪参加了央视春晚,还演唱了一首关于两岸关系的歌曲。 立刻联合起来封杀他,并禁止他返台。 那段时间,万沙浪留在大陆发展,赚的钱大部分寄回了家里,好让妻子照顾孩子和父母。 万沙浪原本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,妻子是圈外人。 两人婚后生下四个可爱的孩子,生活过得很安定。 可他来大陆发展后,两人无法见面,家庭矛盾不断。 妻子提出了离婚,乌漏偏逢连夜雨。 一边是家庭破碎,另一边生活也遭受重创。 万沙浪成名以来演出不断,收入可观,原本不用为钱发愁。 但他为人重情又豪爽,不仅要照顾父母,还承担了家里兄弟姐妹的花销。 朋友开口借钱也是来者不惧。 所以,钱来得快,去得更快。 为了多赚钱,他投资了不少项目,可偏偏没有做生意的眼光。 一来一往,赔得血本无归。 直到1995年,万沙浪再次回到台湾时,一切都变了。 前妻以照顾孩子留学为由,带着所有财产去了美国,与他断了联系。 而娱乐圈新人辈出,加上人气不复当年。 此时的歌坛早已不再是万沙浪的位置,钱没了。 家也散了,双重打击下,万沙浪的状态一日不如一日。 整日与酒为伴。 1997年,万沙浪与朋友聚会后,喝得醉醺醺回家,竟一脚踏空,从楼梯上滚落。 幸而邻居听到动静,紧急将他送往医院。 当时医疗条件有限,万沙浪经历了三次大手术。 虽然捡回了一条命,但丧失了部分记忆。 智力也退化到七八岁孩童的水平。 从此,他不仅演绎事业中断,连日常生活都难以维持。 家里的瓦斯炉需要用火机点火。 他不懂,拿着筷子点了半天。 洗澡时,也搞不清楚是先冲水,还是先抹肥皂。 一代歌王竟沦落痣,智障,让人唏嘘不已。 更让人心寒的是,在他最需要关心的时候,他曾全力照顾的家人,慷慨解囊的朋友,竟纷纷远离。 万沙浪在美国的四个子女得知他患病后无动于衷,连一个电话也未打过。 他名下的房产和土地被兄弟姐妹们瓜分,歌曲的版权也被不华好意的人所占有。 生活的苦难,身体的病痛,家人的抛弃,种种痛苦交织在一起,逼得万沙浪痛不欲胜。 激进崩溃,在走投无路之时,一个女人出现在万沙浪身边,给了他生存的希望。 他的名字叫郭书芬,郭书芬是香港人,于1977年在一家酒吧认识了万沙浪。 当时,他还不知道他是当红歌手,但被他的真诚和意气打动了,两人从朋友发展成恋人,然而却因为各种原因而遗憾地分手。 多年相识,万沙浪经历了星海城府,人生的起伏,但郭书芬始终默默关注着,直到听说昔日恋人身患重病却无人照顾,他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。 为了治疗万沙浪的病情,郭书芬带着他四处奔走,寻找名医。 几年来,他卖掉了香港,广东和深圳的三处房产,还变卖了所有珠宝首饰,有人嘲笑他傻,认为两人又不是夫妻,何必要牺牲这么多。 但郭书芬笑着说,只要他平安,我别无所求。 然而,经过几年的治疗,万沙浪的病情并没有好转,而为了照顾他,郭书芬也无法外出工作,两人彻底失去了收入来源。 他们只能依靠每月四千元台币,约合人民币九百元的残障补助和朋友的资助度日。 这些钱勉强维持生活,甚至还要支付医疗和康复费用。 病中的万沙浪时而清醒时而糊涂,但他似乎意识到自己成了负担。 有一天,突然严肃地对郭书芬说,我不想再拖累你了,你在说什么胡话,我们是生是死,一起承担。 郭书芬气愤地说道,却没想到万沙浪当真了。 当时,他们俩窝居在一套二十平方米的小房子里,由于无法支付房租,想要申请低收入户补助来维持生活。 然而,由于万沙浪在美国的四个子女,按规定必须将子女的财产列入计算,结果她的申请被无情拒绝了。 这次失败,成为了万沙浪的最后一根稻草。 2004年10月的一天,万沙浪拿出准备好的安眠药,计划和郭书芬一同离开人世。 她一口气吞下80颗安眠药,很快就陷入了昏迷。 此时,郭书芬也吞下了二十多片药,但在恍惚之中,她仿佛看到了万沙浪康复后两人幸福生活的场景。 就是这个画面,让郭书芬找回了一丝清醒。 她挣扎着打了急救电话,救了两人的性命。 万沙浪凄凉的遭遇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,无数媒体纷至踏烂。 台湾演艺协会也伸出援手,经历了鬼门关的考验。 万沙浪终于释怀了心中的执念,也明白了与心爱之人相伴的珍贵。 在郭书芬的精心照料下,她的身体逐渐好转。 尽管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在舞台上唱歌跳舞,但偶尔能为亲友们演唱几首歌曲,已经感到很满足。 一次参加公益活动时,谈及爱人郭书芬,她费力地说了两个字,谢谢,泪水涌出。 然而,残酷的命运并没有放过她。 2015年,万沙浪两次中风,只能通过鼻胃管进食。 2020年,她再次因肾癌复发和中风,两次被送进加护病房。 2022年,她被确诊患上新冠肺炎,已无法言语。 直到2023年离世,在万沙浪患病的二十多年里,郭书芬一直默默陪伴,无怨无悔。 人们常说夫妻本是铜铃鸟,大难来临各自飞。 然而,郭书芬没有一纸婚书,却依然默默复出。 这种无求回报的爱情在世间不多见。 原来,真正的爱情并不在于甜言蜜语和山盟海事,而是在福祸相依中不离不弃。 人生匆匆,幸好有爱人相伴度过一生。 万沙浪经历了太多故事,曾经风光无限。 当她处于巅峰时,慷慨住人。 到了晚年,身患疾病,生活贫困,却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。 这令人唏嘘,她的一生既辉煌又破败。 幸好在晚年,身边始终有一位爱人陪伴,算是在不幸中的幸运。 人生匆匆,歌王已逝,风从那里来的温柔。 爱你一万年的好情,只能在缥缈的歌声中回忆。 愿万沙浪一路走好,愿你在天堂里继续歌唱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